本片的導演 David Leach 稱得上是荷里活《紅金寶》 因他為特技人出身 曾在搏擊會《Fight Club》 《The Matrix Reloaded》 《300》等當過特技人 後來更進一步成了當紅導演及電影監製 甚至編劇 曾執到過賣座電影如《Deadpool II》 《John Wick》《Atomic Blonde》 近年於荷里活聲名大操 在事業如日中天之際 便拍出這部以特技人為主角的動作 作大片來 不者個人相信動作特技演員 甚至動作指導等職位 因此致香港 跟著將這些職能發揚光大 輸入到其他各地的電影市場裡 美國更是其中一個最大輸入國 但有趣的是 港產片以特技人 或本地稱之為龍虎舞獅 作主題的作品卻不多 記憶中僅有1990年由以東昇 吳大維主演的《幻命雙雄》 以及於1996年由許安華則到 楊紫瓊主演的《雅金》而以 或許是由於本地的觀眾 早已習慣在成龍主演的電影支片《美彩蛋》中 看過男主角每次在高難度動作場面上的付出 其驚險迫真情度 比起其他形容龍虎舞獅生涯的電影 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故此反而對純粹 《港術特技人喜怒哀樂的作品》 興趣不大之緣故 香港動作特技演員工會 於2021年也拍攝了一部紀錄片《龍虎舞獅》 《港術香港龍虎舞獅長達六十年的風雲變幻》 內容寄衝實且珍貴 說回本片 導演Gavid Leach已言明成利咒 故便納至拍攝這一部 以特技人作為主角的動作愛情喜劇 故事概念來自1981年同名電視劇 The Four Guy 網上譯名為《替罪羔羊》 該劇的男主角辯視經典電視劇 《無敵鐵金剛》 The Six Million Dollar Man 的男主角烈美著了 而他在本片尾段 也跟劇中女主角Hether Thomas一起粉蜜登場 相信不少無敵鐵金剛的粉絲們 看見現年85歲的他 仍精神逆逆地扮作景觀現身 當敢興奮不易 本片的故事橋段 亦讓不者聯想到由張學友 理念結於1995年所主演的港產片《鼠膽龍威》 同樣講述《金玉奇外的武打巨星》 卻敗歲其中 而一直默默地在其背後 充當替身的特技人 方氏伸手不凡 英雄無敵的現實生活男主角 再簡單的說 導演及編劇指示直本片傾力製造不同的場面 去成就各種不同的特技鏡頭 故此電影特技方氏主題 劇情合理與否根本不在其考慮之內 但儘管如此 觀眾們卻可以直片只看到特技動作電影的另一面 了解所有經典動作場面是如何炮製出來 都也是別開心面的一場表演 而導演亦無疑極善於經營每個動作場面 務求盡善盡美 靈活多變 流暢精彩 特別是那一場 男主角以鐵鏟勾著車尾於公路上滑行 在路面淺出無數火花的音幕 再扮以Phil Collins的經典金曲 Against All Odds 竟讓不者引起無窮回憶 頗慶幸能成長於光影世界 於網上得知 本片的創作概念始於2010年 導演曾考慮過以Tom Cruise Keanu Reeves Nicolas Cage Jason Statham Dwayne Johnson等動作 巨星作作為男主角 故此劇中不少對白 也有提及到他們 但如今男主角卻著落到Wiangosling身上 這位荷里活男星雖曾被冠以面貪愛好 笑止其面部表情變化不大 但他卻在不同主題的電影中有均可觀表現 不管是文藝歌舞片《星星夢女人》 La La Land 動作片《灰影人》 The Gray Man 甚至在奇幻喜劇《Barbie》中 扮演男玩偶主角Ken 在歌在舞 同樣記驚四座 冷口冷面之形格反成了其個人成功標誌 最後 順帶一提 在本片中飾演動作巨星的Aaron Taylor Johnson 據全章成為新一代的超級特務占士邦 James Bond 或許於未來 他真的能進一步成為明正言順的世界級動作巨星 也未可知 最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 請在YouTube上訂閱、點讚、給予正評 謝謝 謝謝 謝謝